现实生活中的一位同修已经许愿不做男女之事 不生孩子 有一天同修梦见抱着别人的宝宝 觉得抱别人的宝宝很可爱 但是呢意念里很多人都说自己不生孩子 请问师傅这是梦考过了吗 应该过过了 应该过了 应该算过了 应该他命中应该有孩子 就是人家应该把孩子送给他 他在命中当中这个时间应该生孩子了 明白了师傅 感恩师傅开设